好 又是議長呢 這個黃景泰疑似涉嫌官說 現在檢方申請跡啊 那麼委員您認為這起案件 可能會是一個骨牌效應 影響來您的選情 當然是 黃景泰如果被收押 被裁定收押 那這個問題就大了 那國民黨叫林鄭換將 那林鄭換將 很多人就會開始質疑 因為基本上辦貪腐啊 他會辦綠也會辦藍 可是藍綠的文化不一樣啊 綠呢如果被辦了以後 他們都說司法不公啊 迫害啊 打背琴牌啊 綠的選民吃這一套 所以他不見得會受傷 可是藍的不是 藍的你被抓了以後 開始大家切割 開始就打漏水狗 然後就開始質疑說 你有他也有 那確實有很多藍營的當選者 確實都腐化的很厲害了 你如果辦下去的話 可能成了骨牌效應啊 所以這個時候 當國民黨的選情 真的到非常非常危險的時候 藍營的選民 他一定會找一個所謂的 以台北市來說 我認為沈穆雄的希望在那個時候 不過郭教授你覺得真的 綠這麼盲從嗎 不是啊 這個看證據走到哪裡了 綠也有被辦到底 真的被抓起來了 那會影響選情嗎 可是至少人家就無罪嘛 沒有他現在還有一條 已經定驗了 定驗了 無罪了 被選情的影響呢 熊國你有沒有什麼看法 還是朝鮮 不好意思熊國我先講 我覺得黃靖在這個案子 其實影響衝擊力非常非常大 你不管是我們講 上一次葉定文的問題 問題也好 這個藍的內部的腐化 他應該做一個趕快做一個 清黨的動作 否則將會來對你們 我是覺得 因為我這樣跑過之後 最近我要參選 我發現說很多的藍的選民 對於這種貪腐的東西 非常非常之厭惡 但是你如果沒有做一個 明快的處理 躲不下去 投不下去 那我們講 剛剛邱毅委員 剛剛講的沒錯 立的本身認為 這種完蛋會做什麼 但是藍的不是藍的 認為你如果有涉及到問題 你就必須要做切割 甚至於讓這種所謂的 有貪腐的人 根本不能夠參選 才是他們所需要的 熊國你也覺得藍營的選情 會這樣崩塌嗎 我覺得藍營的病 是很深的 那不從今天開始 也不會再今天結束 那馬英九剛剛上任的時候 是有想要把他動刀改一下 但是以馬英九的性格 以馬英九的持刀的手法 做不到反而反彈 所以這個叫做幾年之病 我覺得七十年七百年的病 都還不足以描寫 所以這個國民黨的前景 如果不是因為民進黨的 大陸政策搞不定的話 國民黨要找死敲敲了 會不會有其他的衛報代案委員 很難說 很難說別的縣市 其實有幾位候選人或首長 其實也被大家提出很多質疑 但是問題是 在選舉的這一刻 我就很擔心 如果發生骨牌效應的話 會喔 所以如果在選前爆發 可能就影響非常大 當然 漂亮喔 你說得有道理 好 謝謝委員 有可能機會來了 來了來了 熊哥的機會來了 這樣對 所以熊哥有幫助嗎 對